属于这题是一个彩券的问题 我们要算彩券它中奖的期望值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知道 花10元去买 那它的奖金到底期望上有多少元 所以要处理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样 几率成价值 所以现在100万只有一张 可是它是怎样呢 每100万有一张会中奖 所以这是它的几率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其实跟这个300万张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扰乱你的 重点就是它中奖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中奖的几率是10的六次方分之一 可是这个呢会中100万元 然后呢它怎样 它还会中10万元 10万元中奖的几率比较高一点点 就10的六次方分之9 但是这时候钱就变成只有10的五次方 好那最后呢 1万元有90张 所以16次方分之90 那这边 就会中那个1万元 那这里还有 900张会中什么1000元 所以这几个乘起来 其实把它加总起来就是答案 好那16次方这边刚好是1 好那这里呢 其实刚好可以约掉 好剩下10 这边0.9 那这个呢 其实约掉 这里约掉也是剩下是那个 10的一次方 所以这里也是 0.9 最后一个呢 这里也是约掉了5个 所以也剩下0.9 所以 我的中奖的期望值就会变成什么 1加上2.7 就是3.7 3.7是期望上会得到的 可是我今天注意一下 你今天是花10块钱去买的 但是期望只有得到3.7 所以损失就会是6.3 这是6.3 那跟这个没关系 重点就是几率乘价值 取利乘价值